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喝嫖赌什么都会 硬是看好了丫头彩霞 拿今天话说 两人都在一家工作 知根知底 谁不知道谁什么人性 彩霞父母都不同意 望儿媳妇仗着王熙凤有权有势 强配这门婚姻 他自己没办成 又求王熙凤 王熙凤又求贾连 贾连从林志笑嘴里知道 这个小子不是物就不管了 王熙凤急了 告诉贾连 实话跟你说吧 我才刚跟彩霞他母亲说了 他娘欢天喜地的婴了 难道再叫他进来把妻子退了 贾连说 哎 既然你说好这何必退呢 哪个告诉他老子好生管管他 其实彩霞他妈不喜欢望儿这小子 长得又丑 还有一身坏毛病 满心不愿意 可是主子做大美惹不起呀 只好口不对心答应了 到凤姐嘴里就变成欢天喜地了 彩霞本人也不乐意 可是像游三姐那样刚令女子有多少呢 也就只好忍了 你说那个社会多害人呢 咱们光顾说贾连夫妻料理家务 一直没说贾宝玉 那么宝玉这两天干什么呢 昨天他到上房勤安的时候 从玉川的嘴里知道 贾政这一年功务太忙 就没顾及他的功课 最近贾政听说别人家子弟念书 颇有长进 就想到了宝玉 就同王夫人商量 明天呢 考考着贾宝玉 看他长进了没有 一穿一说 把宝玉吓一跳 就像那孙悟空听见紧箍咒一样 五福六藏都不自在 想来想去怎么应付过去呢 开个夜车 来个临阵摸枪应付考试 背书吧 所以回来也不睡了 披着衣服拿起书来 是边看边背 他也后悔 我要早些天温习功课 今儿也省劲 什么五经四书古文 有的能背下来 有的也都忘了了 他最头疼的是八股文 他认为 这是一些人 孤名钓鱼的台阶 近身仕途的敲门砖 他不喜欢 就不爱看 可贾正呢 偏偏叫他看这些文章 他从未潜心 玩味和思索 他哪记得住 如今若温习这个 又怕明儿个追问那个 温习那个 又怕盘问这个 况且一日之功 也不能全伏习道 这就不免越发急躁起来 再加上宝玉读书啊 连累一房的丫鬟们 全不能睡觉 习人摄月 勤吻几个大的啊 还可以 在旁边捡辣花 侦查倒水 就连那些小丫头啊 一个个熬的困的 前仰后合的 也得在这盯着 秦文知道 宝玉此时的心气 他看着大伙 为他睡不了 叫心疼 就骂了一声 哎 你们这些丫头骗子 一个个哪天不是 黑日白夜的挺尸 挺不够啊 接着就这么一宿 晚睡一些 就装出这个样子 再有这样 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 话还没说完 就听外界哭通的一声 秦文急忙出来一看 原来是个小丫头 坐那打盹 咚的一下子 撞到墙上 从梦中惊醒 恰巧秦文嚷嚷这么一句 他以为秦文打他一下 于是哭着眼睛 好姐姐 我再也不敢了 一时众人嗡全笑了 宝玉说 得了得了 饶他们去吗 早该叫他们都睡了才是 你们也替换着睡去吧 习人说 小祖宗位 你顾自己行不行 就这一夜的功夫 你就把那心呢 用在这几本书上 等过了这关 全由你 宝玉听他说的恳切 值得又读起来 读了没几句 试了月又给他端茶水 来润嗓子润舌头 宝玉接过茶来 喝了一口 看见舍月 这穿件短袄 没穿长裙子就说 夜静了 凉了 还是穿一件大衣裳才是 舍月用手指那书本 哎 你先把我们忘了 把心放在这上面吧 话音刚落 那方官从后门跑进来 一边跑一边喊 登登登登 不好了 从墙上跳进人来了 在哪里在哪里 当时就吆喝起来 把外部人叫起来 各处寻找 秦文因为宝玉 捏着鼻子读书 今天就是一夜不睡 明儿个也未必过关 心里正琢磨 要替宝玉 想个办法逃过这一关 将外部人一惊 立刻有了妙计 他小声跟宝玉说 趁这机会快装定 就说吓着了 哎 好啊 郑重宝玉下怀 于是传起支班上夜的人 打着灯笼 挨着牌搜寻 还是没什么踪迹 上夜人都说 小姑娘 想着睡迷淡了 眼花了 风摇的树枝 错当成人了 没人进来 秦文说 等等 你们查的不严 趴落不是 拿着画织屋 才该又不是一个人看见的 二爷和我们 出来办事 我们都看见了 当时二爷吓得颜色更变 我这就到上房 取安婚玩药去 太太问起来 你们就这么回答 啊 啊 众人一听吓得不敢吱声了 只好到各处找 秦文和方官 咋呼着出去取药 故意闹得周围人呢 都知道宝玉吓住了 王芬一听 盲命人带了药来看事 又叮嘱园子里 仔细搜查 再看园子里 灯笼火把 照得如白天一样 整闹了一夜 到了五更天 就传管家的男人女人 叫他们仔细查一查 审问一下 内外上业的所有人 贾母听说 宝玉被吓着了 盲问原因 有人说 昨天晚上从墙上 跳下一个人的事 贾母说 哎 我早就料到会出这事啊 这还是小事儿呢 家贼勾引飞贼 对不起进府偷盗东西 这时行夫人游视 凤姐李婉姐妹 都过来了 谁不敢言语 探春在一旁说 奶奶 近来因为凤姐身体不好 园子里事儿啊 比先前放肆多了 先前不过是偷着玩一会儿 三四个人聚在一起 织骰子豆排 小的溜的 也不过是为了熬坤 可后来越来越放肆了 竟然开赌局 甚至有头家局主 从三十调 五十调 赌到三百调 五百调 大度输赢起来 半个月前 还因为争吵打斗起来呢 贾母一愣 哎 你这知道为什么不早回我们呢 我想派的事儿多身体也不太舒服就没回 只告诉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 心吃他们几次 哎呀 你这姑娘家怎么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呦 你只知道耍钱是常事儿 你哪知道啊 夜间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喝酒 这一喝酒又免不得随便开门落索去买东西 找张三叫李四 这夜深人静的 就容易有人趁机藏贼 眼间勾到的 什么事儿他们干不出来呀 还有 你们在园子里起居相伴的丫头婆子们 也是闲鱼混杂 好歹都有 马虎不得 风姐说 哎 我这一病可耽误事了 快传 林志孝媳妇 还有几个管家的媳妇都进来 很快这几个都来了 站在贾母面前 贾母训斥一顿 立即叫他们查出 投家赌家来 有人出手者赏 眼睛不告者罚 林志孝媳妇等人一看贾母动怒 谁敢怠慢 急忙到园子里 传奇了人 一一盘查 虽然也有 撒赖不承认的 最后还是查个水落石出 查出 大头家三人 小头家八人 拒读者二十多人 林志孝媳妇把他们带来见贾母 一个个跪在当院磕头求饶 贾母先问大头家的名姓和赌签多少 原来这三个大头家 一个是林志孝的两姨亲家 一个是园子里厨房 刘嫂的妹妹 还有一个是迎春的奶妈 王嬷嬷 贾母吩咐 把骰子牌一并烧毁 所有的钱入关封给众人 把为首者每人打了四十大板撵出去 永不许再进府 从者每人打了二十大板 隔去三个月的月前 一律去打扫茅房 并且把林志孝的媳妇当众身吃了一顿 林志孝媳妇见她的亲戚给她打了脸 心里后悔呀 还是老话对呀 宁借钱都不带到 人心隔肚皮 不知谁什么人性 不知根底的 可不能瞎给人眼见 我这还是亲戚呢 盈春坐在那 特别不自在 黛玉宝钗探春等人 见盈春的奶娘挨处分 就站起来给求情 这个妈妈素日不玩这些东西 也是一时偶然高兴 还望老祖宗看在二姐姐面上饶她这回吧 拿着家母把脸往下一沉 你们不知道 这些奶娘们 仗着奶过 哥儿啊 姐儿啊 觉得比别人有个体面 就爱生事 挑唆主子 户短 偏向 比别人更可恶 这都是我经过的 今儿个就得拿一个闸法子立规矩杀一经白 谁让他赶上了 你们别管 我自有道理 宝钗等听这样 也不敢言语 家母要些赏 大家退出来 可家母今天动了气 谁也不敢回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叫啊 由是就到凤姐那去说话 邢夫人到王府那坐一会儿 就到园子里散散心 她想啊 看看迎春 哪知刚到园子门前 就将贾府内的一个小丫头 名叫傻大姐的 笑嘻嘻走了出来 手里拿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 低着头 一边看一边傻笑 一直往前走 也不看到 这玩意 咚的一下子 和邢夫人撞了个脸对脸 等他抬头再看见 也来不及躲了 邢夫人倒退两步 站住 这个傻丫头 得了什么好东西了 这么喜欢 拿来我看看 傻大姐今年十四岁 是贾母房里的 新挑上来 提水扫院子 干粗活的一个丫头 因为她长得傻大黑粗 又是两个大脚派 有力气 干起活来 嘿 一个新鸟 脑子缺根弦 傻了吧唧的 跟谁也不合群 可贾母喜欢她 干活利索 说话招人笑 就给她起了个外号 叫呆大姐 吃丫头 闷了 逗她玩 开开心 所以她有什么十里之处 大家看在傻母面上 也不客求于她 有事她干活 没活呢 她可以在园子里头玩 今天呢 正在园内 山字石后头 啄蛆蛆 也不怎么捡到一个 五彩绣的香囊 非常华丽精美 很是可爱 上面绣的 不是花鸟之类 一面是男女二人 赤条条的抱在一起 另一面 绣了几个字 春意图 这傻丫头不认字 当然更不知道 石头这玩意儿上边的图 叫春意图 她想 俩妖精打架吧 要不就是摔跤 哎哟 怎么把她打架搁这上面呢 她就想拿给傻母看 正巧 行夫人碰上 要看看 她乐乐呵呵递过去了 太太 我讲个稀根物 从没见过 你瞧瞧 行夫人接过来一看 哟 吓得紧紧的握在手里 我问你 你从哪得来的 嗯 山字石后头 我捉屈屈之后捡来的 我可告诉你啊 你不准再告诉别人 这不是个好东西 谁拿了它 就得打死谁 你懂不懂 你是个傻丫头 就饶了你了 以后 不许提这个事 听见没有 哦 傻大姐一听说要挨打 她可吓坏了 人也黄了 手也凉了 嗯 我不敢 嗯 不敢 嗯 不说 不说 又磕个头 直眉瞪眼的走了 行夫人回头 看了看 自己身后跟的 全是姑娘 没有媳妇 不能把那玩意儿 给他们看 就自己塞在袖子里 爱想 这东西谁的呢 怎么又掉到园子里了 这还了得 这要姑娘们看见得羞死 叫老太太知道 这不得跟我们玩命啊 怎么办 思想想 来到迎春的 坠井楼 迎春这会儿啊 正因为奶娘出事 心里别扭 一听她母亲来了 赶紧迎到房中 这迎春跟她哥哥贾连一样 都不是行事亲生 可那也是母亲呢 所以亲自捧茶献上 行夫人喝了口茶 吻为心神 哎 你呀这么大了 你那奶妈子耍钱放堵头 你也不说她 哎 如今别人都好好的 偏偏咱们家的人做这事 栽跟头多没面子 再看她迎春的脸呢 跟大萝卜一样 不红不白的低着头 摆那种衣服 半天坑吃一句 嗯 我说过她两回 她不听 再说 她是我奶娘 只有她说我的份 没有我说她的份 你胡说 你要不好 她是该说你 可是她犯了法 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 她敢不听 你就跟我说才是啊 现在倒好 直到那外人全知道了 再说了 即凭她去放堵头 她哪来那么多钱呢 准是找你借的 三婚首饰衣服什么的 去做本 你这个心词面软的丫头 你真要上了她的大 把东西让她骗去 我可告诉你 我一个钱 也没有 看你明个过八月节 穿什么 戴什么 迎春低头 还是不说话 摆弄着衣裳金子 行夫人看她这样 嫌她窝囊 冷笑一声 看你那好哥哥 好嫂子 梁儿爷 风奶奶 梁口子精灵强干 里里外外 百事周到 通共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也不护着点 她们要有一个 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我也得好好说说这事 可惜啊 只好凭她们自己 随便吧 就算你跟你哥 不是一娘所生 也是一副所养吧 该照看些 也免得别人笑话 你再看迎春 还不言语 行夫人没辙了 哎 我看这天下事啊 也真难说得准 你是大老爷跟前人养的 探春是二老爷跟前人养的 出身一个样 你娘活着时我就说 你娘比如今的赵姨娘强十倍 你也该比探春强才是啊 可是如今呢 还赶不上那一半呢 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 干净利索 也不至于招人议论 惹人笑话 倒挺好 旁边的仆妇们也趁机说 我们姑娘老是仁义 哪像那个三姑娘 伶牙俐齿 处处争强 压姐妹们一头呢 明知姐姐这样也该关照一些呀 行夫人说得了吧 连那清哥哥嫂子都不照顾 别人又能怎么样 花音刚落 有人来回 梁二奶奶来了 行夫人听了 生气不想见 你告诉她 请她回去好好养病 我这里不用她伺候 接着又有态势小丫头抱 老太太醒了 行夫人这才起身往前边去了 迎春一直送到院门外才回来 回到屋里坐下 丫鬟秀菊 跟她说 二小姐 太太说了吧 你又上当叫他们骗了 前儿个我就回姑娘 有一根金凤钗不见了 那根金凤钗 是窜珠累丝的 准事啊 嬷嬷拿去当赌丝了 你还不信呢 姑娘当时该问老奶奶一声 你心太软 拉不下脸的 这回倒好 没着了了吧 八月人家都带 唯独姑娘你没带 多没面子 阳春坑制半天才说 我原想她是临时拿走 借荡应急的 她悄悄拿着去 过几天再悄悄送回来 也就完了 问她干嘛呀 谁知道 她竟忘了 今儿个偏偏又抓赌 闹出事儿来了 如今是问她 也没用了 哎哟姑娘哎 她哪是忘了 她是欺负你好脾气才这样 如今呢 我倒有个主意 这东西这么贵重 我得把这事儿 回了二奶奶 让二奶奶派人要 或者二奶奶图省事儿呢 把财杠没收你的钱 拿出几条来 替她赔上 怎么样 呀呀 不用不用 就省点事儿吧 没就没了呗 何必生事 哎呀我的姑娘 你怎么这么软弱 这么发生啊 赶明个姑娘 自己也让人骗了 我去婚儿奶奶 说着转身要走 迎春没拦住 他们在里边说话 被迎春奶妈的儿媳妇听见了 这个姓王的媳妇也是迎春的女佣人 婆婆犯了罪 想求迎春去讨个人情 在门外听见屋里秀菊 正跟迎春说那个金钗的事儿 开始她没进去 一看秀菊真要去回凤姐 她估摸这事儿自己装不得了 不行 回了凤姐就麻烦了 赶紧陪孝走着进来 先拦住秀菊说 哎姑娘 先别生事儿 小姐的金丝缝 原是我们老奶奶糊涂咯 她输了钱 拿去金钗 想捞回本再赎回来 因为这本啊 总没捞回来 可巧今儿给又谁 走漏了风声弄出事儿来 虽然这样 主子的东西 我们也得还 过几天就赎回来 送到你这儿 今天还得求姑娘 看在从小吃奶的份上 到老太太那儿 说个情 救助她了 人家才好啊 迎春说 好嫂子 我可不敢去 财刚 连宝姐姐 连妹妹 大伙说情 老太太还不依呢 何况我呢 溃得慌 还溃不过来呢 秀菊说 哎 赎金凤差是一件事儿 说情是一件事儿 你别搅到一块儿 啊 还是先把金凤差拿来再说 这王祝媳妇遭到拒绝 秀菊的话说得这么厉害 一时脸上顾不去 又知道迎春窝囊好欺负 她冲秀菊 甩开闲话了 哎 我是姑娘 你也别仗势欺人 只需你们偷偷妈妈的哄批了去 就不许我们说话吗 你把这满院子的人算一算 谁的奶妈子 不是仗着主子哥多得些好处 偏咱们就是丁是丁 卯是卯的